下一個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載流導線的磁場 根據學過的安培定律 你知道 電流變大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方法 繞一圈 繞一圈 為什麼繞一圈就可以使它變大了 因為我們前面跟你講過了 每一小段有電流的地方都有什麼 都有磁場 所以如果把它繞一圈 繞一圈 然後我們就手一比 各個地方去比 就發現一件事情 每個地方都用安培右手定律 每個地方都是用安培定律 然後手一比就發現 每一個在裡面 線圈裡面的 任何一點 在線圈裡面產生的磁場都向內 任何一點 在線圈外面的磁場都向外 所以裡面就是 裡面任何一點就是周圍所有的電流都給我磁場 而且方向都一樣 你還把通通把它加起來 所以 肢體會變大 所以裡面的磁場會變大 這樣的一個一圈的效果 就跟這樣一個磁鐵一樣 一個圓盤的磁鐵一樣 有一邊會呢 因為你知道你知道嗎 有一邊會呢 有一邊S嘛 跟那個磁棒一樣 有一邊呢 有一邊S 所以一圈就像一個小料的圓圓的磁鐵一樣 那如果你繞很多圈呢 繞很多圈呢 那就好多磁棒接起來一樣嘛 那就好像一個磁棒一樣 對不對 然後一邊升級 一邊是S級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螺線形線圈 當然通常我們叫它螺線管 所以螺線管就等於一個什麼東西 就等於一根磁棒 然後你注意到它這個通過磁鐵線 你注意到一件事什麼事情 中間很厲害 中間很均勻 分布很均勻 代表什麼意思 磁力是疏命程度一樣 代表磁力是一樣大 中間的每一點的磁棒是一樣強的 還有像一個小磁棒一樣 所以一個螺線管就等於一個小磁棒 等於小磁棒 大小方向 大小方向 這個磁棒的磁力是大小方向 講過了 國中生大小不重要 大小 內部是均勻的 剛才講過了 它分部都是均勻的 所以磁力都一樣大 外面就跟一個小磁棒一樣 所以是跟距離平方程 反比 為什麼會沒有 因為它像小磁棒 因為它是像一個小磁棒 像一個磁棒一樣 所以是距離平方程 反比 就跟一般的磁鐵的狀況是一樣的 OK 然後也會跟這很有關 這考試會考 這個螺線管裡面所產生的磁場 會跟電流大小成正比 還有跟線缺密度成正比 同樣一段 密度就是說 10公分 繞5圈還是繞10圈還是繞20圈 叫做線缺密度 線缺密度越大 磁場就越大 為什麼 跌下越多 對 跌下越多 每一小段都有 每一小段的電流都會有磁場 所以繞越多圈就有越多的磁場 要大小 要注意一下 電流跟密度是會考的 電流跟密度是會考的 方向 也是安培右手 以前是長指導線 大拇指是直的 所以大拇指是電流 現在是螺線管 是彎的 所以彎的手指頭是電流 所以握著 在指這邊 在上方是從跑出紙面 所以這樣子握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直掌方向 四個手指頭就是電流方向 直掌方向就是N級的受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所以大拇指朝哪裡 哪裡就是N級 正 280 換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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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실 這變成左邊是N級 你要知道怎麼繞 才能夠舉出正確的平板 才算哪一邊是N級 ok 就是這樣 來,邊流這樣子流,在上面是粗紙面,上面是粗紙面,所以你就這樣子握,上面粗紙面就這樣子握,所以呢大拇指朝右,表示N極在右邊 我們未來的問題有這種可以解決,就是方便我們看,如果你面對N極,你看到電流方向是逆時鐘的,倒過來,如果你看到是N極,你會寫字就會了 N極時鐘,如果你看到的是S極,就順時鐘,如果你看到的是順時鐘,就是S極 這個未來有用,這件事未來是有用的 請你注意,線圈的繞法跟正負期,電流可以由,電流可以流出來,可以流進去,可以左到右,可以右到左,繞法可以前繞後,有後繞前,總共會有四種變化,答案只有兩種,左邊N或左邊S,那你給我看清楚怎麼繞 然後你才會比出一個正確的比法,你才知道答案是什麼 請你注意,線圈怎麼繞,哪邊正負期,哪邊是負期 OK